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吧咱们打车去 打车多少钱啊 几块钱不到十块吧 酸汤饭多少钱 可能也就十块 这个饭是这样子 这个相当于是正式饭吗 这个饭就吃不饭 以后用来是小豆米哈 小豆米 不样 那边原来都是腰豆 这个销料好吃的哈 那个在来不练 那不练 那个在来就是杀的 这出来酱料很小的一样的 还有做姜酒 这酸汤都是提前熬好的哈 这个坑都调好的 这个大汤汤 大汤蒸汤 哦就是猪二个烘烧豆的那种 你们家开好久了 差不多20年了 20年那么久了 我们家的全家都在高中 我们都在高中 我们是12个人 是12个人 我们贵州比较吃酸汤饭主要是 一个原因 地理原因 在历史上的贵州交通非常不变 我们贵州全省吃的盐 都是从外地进来的 我们自己没有盐紧 所以盐在这里非常珍贵 那没有盐调味怎么办呢 大家想的办法就是 用酸和辣 辣椒是明末清初才出现的 在辣椒之前那就是酸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的地理条件 一开始我们种植的作用 主要是糯米 吃糯米大家都知道 很不容易消化的对吧 那吃一些酸呢 能够帮助这个糯米 在胃里更快地分解成为糖 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吃酸汤 这边也是大用的格子 他们的烤脆辣椒 很好吃的 一点都不辣 我不骗你们真的不辣 蘸上一点俘虏 好吃极了 他们里面有一个大盆子 在烤这个辣椒 这家酸汤饭呢 是我们纳庸本地的罗友推荐的 刚才老板说他们家开了20年 来我们吃一口 这个酸呢 就是贵州的这种无盐酸菜 豆呢 他们是用红小豆 和我们贵阳用的那种红腰肉 还不太一样 据老板说 红小豆会更加富有粘性 烂的口感吃起来更粘 北方有很多吃豆饭的哈 其实我们这也算是豆饭的一种 这饭实在是太烫 我怀疑啊 他煮红豆的这个汤是不错汤 特别好吃 怎么会这么好吃的 是不是特别好吃的 哇 我觉得打热过来是对的 哇好好吃啊 你们还有肉吗 有有肉沫 一大块肉沫 好好吃 你有没有后悔点怪鹿饭 可是怪鹿饭这么美貌 一定也很好吃 怪鹿饭也是我们这边的一种炒法 会放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下去 现在可以看到的 就是土豆丝 胡萝卜丝 辣椒 饭 葱 里面应该还会有折耳根 有的有可能会有脆哨 我待会能不能吃完怪鹿饭 再来一碗 酸汤饭 我想打包两个给我爸妈的 然后再来一份肥肠 往这边的折耳根拌肥肠 怎么样 黑不黑暗 就问你怕不怕 这个汤是给我的吗 对 这个里面用的豆就是大腰豆 你看到吧 大红豆 和你豆汤饭的还不是一种豆 对 这个是我们贵阳做酸菜豆米火锅用的那种红腰豆 这个酸菜和我们酸汤饭里的酸菜是一样的 但是它切的稍微大一些 也是我们贵州的无盐酸菜 今天我们吃的这一顿两个饭是11块钱一份 这个小肠是25块一份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来酥肠一份苗米的饭 哇 这个粉太美猫了 简直了 不行了 我这样夹它会 给你一个勺子吧 过分了吧你 虾间可以 非常发色 虽然在某瓶和某德上面都没有瓶分 比超瓶的都比 但是真的可能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一家 我觉得我们贵州的馆子 实在太不会宣传自己了 里面的老板没有停下来过 你看里面还有人在等着 好好吃 这个也好好吃 你两个都好吃 太晚了 我接回去吧 老板知道我们要打包回贵呀 又给我们送了汤 还帮我们重新打包了辣椒 说担心放回去之后就不退了 好感动啊 谢谢 谢谢 这三个是打包回贵 我爸妈他们刚早饭的那一天 这个拿去的干 你给你加这个汤 给它热下去熟 就像今天这个好吃了 因为拿去的鱼泡干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这顿饭 我们一共花了80块钱 连这些打包肉片 我觉得实在是太晚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欢迎给我们关注 长按点赞会对我们更多鼓励 拜拜